8月18日 有媒体曝光大S前往妹夫徐亚军的私人招待所参加聚会 这也是大S婚变风波后的首次露面 引发网友关注 照片中许久未露面的大S 扎着丸子头 戴着黑口罩 身穿蓝色长裙 搭配拖鞋 整体造型十分休闲 不过大S看起来消瘦了很多 不仅脸瘦了许多 胳膊和脚踝非常纤细 发际线似乎厚移了不少 看来这次婚变风波对她的影响不小 不过大S当天的心情看起来不错 下车后一直跟有人有说有笑 随后两人就匆匆走向徐亚军的私人招待所参加聚会 既然是来小S老公的地方 小S应该也在现场 据了解 这次大S露面实际上是参加慈善商业活动 跟妹妹小S一起为疫情捐赠医疗物资 有之前人爆料大S与小S一共捐了28万 虽然大S和小S这几个月一直饱受争议 但两人还是坚持做慈善 想要出一份力 前段时间 汪小菲和大S的离婚风波在网上闹得沸沸扬扬 而此前大S的妈妈则表示 老人私下也已经和好